最后我想请严老师谈一下 这个冯德莱恩又出场 他也是很有戏 《南华早报》的报道 冯德莱恩要公布 跟中国经济关系去风险 的这个路线图 但是没想到被打脸 欧盟有很多成员国 就讲得非常直白 警告欧盟不应该模仿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好像起风了 风向变了 部分的成员说 我们是欧洲不是美国 这个标题式的谈话 今天我们看到各大媒体 都拿出来灯嘛 反对把贸易政策 跟国安混为一谈 然后五名现场参与的外交官说 在这个布鲁塞尔 6月22号早上的会谈 来自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外交官 都对这个冯德莱恩 这个演讲谈到的这个东西 国家安全感到非常的忧心 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欧洲现在欧盟现在 也很敢大声讲话 不再以美国为 这个唯一的这个跟随者了 我觉得这个所谓 去风险的路线图 其实我们台湾如果民进党 认真想要脱去中 也应该要去风险 那应该把40%跟大陆的贸易 要削减到最低 但是我们一方面 又要赚大陆的钱 一方面又要喜欢跟美国走 我觉得到最后大陆是 到最后真的是 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 钱你要来赚 但是你没事 就跟美国航瀉一气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欧洲国家至少知道说 我们好像真的去风险可以 但是我们跟大陆还是要来往 所以有些东西不能跟着美国走 我觉得这个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 其实是我不用英文讲的话 就是一个flot 是一个有错误的 有不对的地方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看一下 就是你如果盲目的跟着美国走 我觉得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就觉得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美国走 我长期之间都在第三世界 站得稳稳的 我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我是这个group of 77 这个77个国家集团的代表分子 这就是我外交体系 我左右可以逢源的地方 我跟着你美国走 那其他方面我就拿不到好处了 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从欧洲也好 欧盟也好 或者说从印度上学到一点东西 就是你一厢情愿的贴着美国 你从别的地方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蔡政府 刚才这个谢大使也讲了 唯一不会说no的一个领导人 因为你会说no 你才会有gain 才会有拿到东西 对 但颜老师在这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中东 中东变了 这个拉美也变了 现在这个欧盟也变了吗 非洲也在讲 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第三世界 一定要跟着被美国决定拉帮结派 他说我们就是不想被拉帮结派 可以吗 所以非洲也在你看 也提出来说 你们大家都不信任美国或者中国 那我们来协调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束 他们现在有六个国家的领导人要去分别访问 这个基辅跟莫斯科 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第三世界不同的看法 不要以为只有你美国有 另一头白宫接到了这个奇异公司在印度要建生产线的申请 已经同意了 有三名这个匿名人士提供了消息 拜登六月二十二号 在莫迪前往美国国事访问期间 会正式签署 让这个联合生产的这个协议来生效 那印度国营的这家航空公司 也计划用奇异生产的 FC4的这个涡轮扇的这个发动机 作为自主研发第二代光辉轻型战机的动力系统 你怎么看待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接 其实这个战斗机 或者是军用的这个引擎 这是少部分国家一直掌握技术的 连中国大陆都很难突破这一关 那印度更不要说了 那中国大陆那个F 那个就是那个歼20号 前一阵子才说他换上这个 这个叫涡扇15的引擎 中国自治的 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突破 那印度说实话 你今天印度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科技能力 因为现在能够做这些引擎的就是欧洲 还有就是美国的机翼 还有原来这个乌克兰的马达西奇 马达西奇已经被那个梅德韦杰夫 找到坐标已经毁了 所以现在能够做引擎的 就是这几家公司 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在美国生产 跟在印度生产有什么不同 你还是依靠外来的技术吗 我觉得我觉得真正就是说往前走了一小步 也是往前走一步也是一小步 不过印度是二次大战以后 国际秩序的另外一股力量的 所谓的不结盟力量的核心力量 1955年在这个印尼的万农会议的时候 当时有四大领袖 印尼的印度尼赫鲁就是之间 其他还有这个中国的周恩来 还有那时候的这个这个印尼的 还有埃及的纳瑟 几个是不结盟运动的核心的 所以印度的国际政治观 基本上就是不结盟 所以你看到他还是 他虽然要跟这个美国做很多项的合作 这个莫迪也要到这个美国去进行国事访问 但是这个北约家他明确就拒绝了 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常常拒绝别人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 有一位大小姐 他不懂得拒绝别人 对啊 所以是可以拒绝的吧 日本也会拒绝美国 韩国也会拒绝美国 没有一个国家会对另外一个国家完全不设 完全就不敢不敢讲一句no 那印度说实话 印度你要去跟印度合作的话 因为美国人自己心里要 美国人自己要有准备 那会被印度人搞的脱好几层皮 印度的军事系统 他武器系统基本上是俄罗斯的 他是俄式的装备 俄罗斯在军事系统给他很大的帮忙 可是你今天你要转成美国的这个军事系统的话 其实对你本身的军队来讲是增加负担 你整个的整个一套的这个后勤训练各种系统都要换 没有那么简单 那你万一将来关系搞坏的话 你这个断掉的话 你又没有 像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幻象这个这个这个系统 当时我们飞行员都送到法国去训练 然后他的东西 他的任何东西你都要靠靠靠靠靠法国 法国今天说我这个后勤补给 或者我的维修就是这个价钱的话 你根本都没有得谈 所以这个武器系统要要更换的话 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国防力量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今天印度以他的这种不讲信用耍赖 然后跟人家硬拗磨别人 那世界第一名 美国人要去找印度人合作 他真的他自己就准备接受这种折磨 到最后你看看这个四方会谈 谁坚持他不能作为一个军事安全同盟的 就是印度啊 对啊搞到最后你看这些很多很多 去年还有很多这些印度的军队 加入这个四方会谈军事行动 今年没有啦 今年在这个在菲律宾 抓了个菲律宾澳洲日本美国 印度在哪里印度不见 当然印度跟中国大陆有些矛盾 就跟越南一样 所以是这个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